所以現在是要遊戲規則是怎樣? 遊戲規則就是 可以按一顆、兩顆、三顆都可以 然後呢 就是 誰按到最後一顆就輸了 誰按到最後一顆就輸了 那誰要先? 那當然先的會比較有優勢 可以插使用布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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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三顆的就一直三顆就好啦 不是比較怪? 那就是看誰就可以了 好,開始 我先 我先一、二、三換你 我是要同一邊還是不同邊? 你都可以 那我要一樣在這邊 一、二、三 那我要 一、二、三 一、二、三 可是這樣理論上 你都一直用三,不是最早完成嗎? 一、二、三 沒有啊,就是 誰先 所以影的標準就是看誰先全部弄完嗎?對不對? 不是,是看誰按到最後一顆 喔~~ 了解了解 剛剛玩的不一樣 那我懂你的意思了 那這樣要用很久欸 換一顆 你會不要唱一首歌 那我弄你這邊也可以喔? 可以啦 但是這三個必須是連的是不是? 對這三個要連的阿 你不連的話 可是如果你是這樣一、二、三 這樣可以嗎? 可是這樣就會不公平阿 應該是連阿,應該是要連 這樣子連有沒有 那因為你要是不同 反正我最後就把它弄到滿就好啦 你就是因為不連才會有卡住的一個 例如說像這樣子可以跨橫的嗎? 不行,他只能跨 這種橫排的對不對? 對,只能這樣橫向的 這樣他的限制性才會出來阿 欸?阿你怎麼可以這樣跨? 不可以這樣子阿,你要連的阿 為什麼阿?阿他這裡只有這兩顆就怎麼這樣 可是你應該是要這裡這樣 那這樣這個就是只能先一顆 沒辦法 對不對?對不對 我們要調整一下 不能阿 這樣就可以了 不是,那因為你這樣的話 你就變成是他的後面的彈性就很大了 你應該是要有一些限制性條件這樣子 後面 才會有一些 後面才會有 卡關的一個情況 越少越難 對啊,因為如果你看喔 如果我可以這樣子有沒有 那這樣假設剩這三顆來講的話 那我就一、二、三把它弄下去就好啦 那但是如果是只有這樣的話 誰按到最後一個可以連一次輸 對啊,你看我們應該規定不能這樣子 只能這樣子 不能阿 你這樣的話 他太大了阿 可以阿 要連在一起 不用連在一起 要連在一起 好沒關係,那我們先玩一次就是沒有連在一起的 看最後的 我個人覺得那如果這樣的話 應該 操作空間會很大 那你這樣的話變成是 你到最後來講 你說最後一個 壓到最後一個是贏還是輸? 最後一顆 是贏的嗎 是輸的 最後一顆是輸喔 我了解你的意思 那最後一定就是要留一顆給對方嘛 對啦 對嘛,我懂你的意思了 那這樣還是有他的一個 那前面這個都是有點類似像 不是重點 重點是後面的幾顆才是關鍵阿 那這樣子這個 錄影時間會不會太長阿 很會睡著耶 喔!你看到四顆 倒一顆回來 醜一喔 醜二就像功囉 等一下,你看這三顆 這個顆 一二三 增加的時間 趕快把壓 差不多了喔 三顆 三顆 還有一種可能 如果說你自己如果沒有注意到 是有可能會 三顆 最後一顆等於輸嘛 來,可以 等一下,等一下 我剩一下 對啊,你一定最後就在算 算最後的幾顆啦 就最後你一定是要剩四顆 然後你壓到三顆 或最後剩幾顆你壓到 對啊 你看喔,現在剩幾顆 一二三四五 這邊沒有了,確認一下 這邊都沒有了 這邊剩兩顆 這邊兩顆 三顆 五顆 所以五顆來講 假如我現在 那我就壓一顆 那我就壓三顆 那輸了阿 對啊 那這個 對啊,那我懂你的意思 事實上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可是這樣的限制條件就比較少 我們應該要玩一個是有限制 像剛剛來講 只能單一排 不能跨 那這樣的話來講 可能變化性就比較大 對不對 OK 我們下次再見